大家好,我是Nintendo Switch正式更新了主機11.0版本功能 等我是時候跟大家介紹一下有什麼新功能 因為這次主要是針對大家以往上載相片很不方便 主要都是向這兩個功能拍展 第一件事是怎樣看自己的主機升級了就寫了1.0版本 先按一下設定 大家可以退到主機的部分就可以看到 我這裡就會寫目前版本11.0因為已經更新了 如果沒有就記得按這個新主機了 是時候就說新功能了,按新功能有兩項 第一項就是大家可以用USB去抄走自己的相片 按到以往資料管理那邊 拉到下底就會有一個管理照片面的影片 拉到下底就會多一個以USB方式連接電腦 按一下之後就再接著 應該是接著USB才按一下 可以在這部電腦直接抄走相片 就像以往一樣 又要用SD卡抄到SD卡 要怎樣怎樣才可以抄到 那就方便了很多 第二項功能就是 給大家可以直接用手機抄走相片 那怎樣按的呢? 首先按上部 我用這個位置 我可能當作要抄走這個 拉到的相片 你就找回平時的相片 按一下 就有傳送到智慧型手機 它就分別有這張相片和一起傳送 那兩個有什麼分別呢? 一起傳送就最多傳十張 這個就最多傳一張 那我們就可能抄走這十張 好了 抄了這十張 就可以按一下傳送 傳送之後就可以用智慧型手機拍攝QR曲 我就用公司的iPhone 對著這個位置 掃一掃 掃完之後 我就會問是否要加入這個Switch 過多一陣子 其實這部機應該會彈另一張QR曲 因為要少少時間 有少少時間 按完之後 我們再開一次掃QR曲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掃了QR曲 上完QR曲之後 它就直接彈一個網頁出來 那網頁就要少少時間 在這裡就會說 我們十張照片可以撈光了 那可能我這裡撈了星星 我按下 這樣就可以 支援它 這樣 然後 因為我現在用這部就是iPhone 如果大家用Android機 其實它處理應該是大同小異的 相片那兩方面就是這樣 除此之外 其實它還有針對熱網面 聽到Online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買上網服務 其實會有很多專家內容 不過它就把這些東西 就統合在Shop那裡 所以大家如果每次進行 可能用Shop再按下去 就有點不方便 那它這次就獨立更新 做這個NintendoOnline這個APP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開到 再選一個帳號 我選我自己的那個 就要少少時間了 它有說的 因為我現在的帳號是香港 所以香港是暫時沒有的 那我們要用少少時間 轉回日本Store 剛才因為轉了日本地區 就發現不行了 那索性我就轉了 主機語言做日文 讓我們試試看 對啦 拌完之後呢 就會第一時間彈到這個畫面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NintendoOnline是什麼 大家又玩都知道 給錢可以上網 有多些免費的遊戲單 這個就是新的 這個NintendoOnline的介面 大家可以看看 有什麼選擇 它就直接飛出來了 如果你想要回到那期的 有什麼遊戲可以Online去玩 它就會寫在這裡 有什麼超音遊戲單 你要怎樣 upload 要save 它都會寫在這裡 方便大家 不像之前那樣說 有些遊戲不會Backup 又要按到很遠 那就會在這裡 不過呢 現在就有個問題 因為這個功能 暫時只建在這個 日文主機 不是 主機語言設做日文 地區是日文可以用到 英文主機 然後地區是一些英文地區就用到 如果你是中文主機 但是這個地區是非 即是 中文區加中文機 就暫時都未免有 估計應該是香港的 serve 還未準備好 那 剛才你也試過 如果地區是日文 主機語言是中文 那這個功能暫時都未用到 那就為可惜了 那如果大家說 可能要特意去抄走 你動心的那些 動心不行了 那可能停下遊戲的save呢 那就可能要特意去 錄音一次這裡 然後才可以插得到我save 對 那我是Lomin 那這次的Nintendo Switch 11.0 的介紹影片就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就記得按讚我的Facebook Page 或者按讚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到最後 wanna 那 字幕作成者 李宗盛